先产生了3,再跟前两个比 基本上逻辑是这样 那怎么写? 这个地方我就第二阶段,检查是否重复 所以我的想法是这样 大家没有标准答案 我的想法是for i 等于一样是1到7 第2个是跟谁比 跟什么呢? for j 好了 j 等于 这个地方 j 等于 我们哪一个到哪一个呢? 特别注意 它是1,一直产生 然后j 的话 我追的话是怎么样呢? j 是下一个 所以是i 加1 有没有? 就是从i 加1 到7 enter两下 next i 加1 就是下一个 比如说我今天如果他是1的话 他就第2个到第7个比 第7个比 然后 比对一样的话 那势必要让他跑到这个地方 重新再产生一次 所以 程式要能够怎么样? 要能够倒退回去的话 那这里的话 有一个所谓的go to的叙述 go to就是回到我们上面的地方 重新再跑一下 ok 所以这里的话我想各位先 先试试看好不好? 先插入一个程序 接下来就是说我的想法是i 是等于第一个 j是等于他的下一个 所以下一个要跟上一个比 下一个跟上两个比 那写法的话就是for i 等于1到7 for j的话不用 第一个就不用比了 因为他加1了嘛 所以下一个的意思 然后呢怎么比呢? 如果 去抓那个储存格位置 所以sale 刮虎第几列呢? 第i列的b欄 b欄的第i列 第一次一定会抓到第一个嘛 那第二次就是j的话 会抓到什么? 第二个 对不对? 所以呢如果他等于什么? 等于j 就是i列跟j列去比对一下 这边的话i列跟j列 如果相等的话呢 那表示什么? 重复的对不对? then 重复 这边先and ok 应该大概懂我的意思吧 这个我是该写过的 这个i是指1 第一次对 j的话等于i加1就是第二个 如果讲比对 那如果说他等于2的话 那就是2加1就是第三个 对不对? 3 然后再跟上面的两个比 那再往上比就对了 反正就是往上比 那如果说相同的话 那我们有个叙述 就用go to go to go to go to哪一个呢? 重新 所以我就re 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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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nd 好了 那特别主要 这个是一个标签 哦 所谓标签 就是说我要回到上面 重新帮我产生 所以重新产生的话呢 你先